嗯 嗯 哈喽各位啊我是初军啊 大家有没有在深夜的时候 莫名的非常想吃炸鸡呢 算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吃炸鸡了 有个两三天了啊 但是我又一时半会儿想不出哪家的好吃啊 于是我就把周围 买的好的都点了一份 我来看看有哪些吧 这个花了35 这个是整鸡啊 切了一半看到没有 这个看起来沾满了这个酱汁是真的好吃啊 这个呢感觉糖分有点高啊 这上面都结冰了 这一份花的是22块9 经典的韩式炸鸡啊 也是两个味道下面还有年糕的兄弟们 第三种我点的是石搭子 上次也吃过的自取式中式炸鸡 看起来就果然不一样啊 在这个美妙的夜晚怎么能没有啤酒呢 经典一杯 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刷 戴上我们的手套 你还别说啊 这100块钱炸鸡还挺多的 100块钱烧烤你不一定吃饱 100块钱炸串你差不多 100块钱炸鸡你绝对吃不掉 现在一个韩式的五五炸鸡 这个甜辣酱也太爽了 这个甜辣酱也太爽了 没有骨头放心大人咬一口 真爽 干杯 它这个也不算两种口味了啊 一半搞了酱一半没搞酱啊 再来试一下这个是掌中饱 这得是什么鸡的嚼啊 这个掌中饱太香了好多油啊 就感觉像一块大肉一样 咬下去还有点脆骨香香的 再来试一下这个裹满了蜂蜜芥末酱的半只鸡啊 今天是各种各样的鸡都点了一遍啊 兄弟们蜂蜜芥末酱YYDS 大家都知道啊 小只鸡呢肉感一般般 但是这个酱啊 蜂蜜芥末酱 真的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裹了这个酱 你吃鞋带都好吃 干杯 OK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另半边啊 我点的是蒜香味啊 嗯 它这个没酱 一会儿就很硬 咸咸的倒也还行 就是没酱咸的这个鸡肉很柴很硬 很干 这不带行说什么 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这个中式炸鸡啊 号称中式炸鸡的石搭子 大熟姜腿 嗯 嗯 它这种就是纯油炸 把里面肉都炸硬炸透了 除了鸡肉的香味 就有淡淡的自然味啊 不容易腻 肉很嫩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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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冷了呢 味道就会变差 差不多点了三只鸡吧 大概就吃了两只啊 我觉得最好吃的还是这个中式炸鸡啊 以后就多点点它吧 虽然有点贵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结束了啊 我这边就去洗洗睡了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